近日张俊宁 刘涛还有秦兰 是先后现身了米兰时装周和纽约时装周 虽然说三个人都已经年轻四十了 却是活出了花季少女的姿态 她们的美丽秘诀到底是什么呢 要说娱乐圈最爱跑步的女明星 绝对少不了张俊宁的名字 日复一日坚持跑步 也成为张俊宁保持美丽的秘诀 而张俊宁的耐力和体力 更是让很多男士都叹为官职 望尘莫及 你必先往前 因为你的手机也要追你 好 那我先走了 你加油 你怎么会这样你作弊 热爱跑步的张俊宁 还先后参加了旧金山半程马拉松 和上海国际半程马拉松 不停探索着自己的无限可能 我永远没有想过我可以跑完的 但我真的跑完了 不过除了跑步 张俊宁也向懒惰新人们 透露了一个保持身材的好方法 还有一个偷偷教你 泡澡也可以 因为泡澡会有新陈代谢 或者泡温泉 但你都不想花时间泡温泉 你就去跑吧 比较快 张俊宁的生命在于运动 而刘涛的生命却在于静止 不过这样的静止可不简单 也是需要耗费极大的体力 因为刘涛的美丽秘诀是瑜伽 不管是考验臂力和腹部力量的 空中瑜伽 还是考验平衡力的高难度瑜伽动作 在刘涛这里都不是问题 自己的房间也会准备一些小小的器械 比如说牙铃 瑜伽店 还有一些什么健身球之类的 运动能够让你的身体充满活力 瑜伽让年过四十的刘涛 依旧保持着令人羡慕的身材 不过在他看来 减肥依旧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怎么样瘦腿啊 蹲腿呗 这得问我的教练 我觉得其实瘦哪都特别难 和88年的景田 92年的古丁大渣比肩而战 37岁的秦岚丝毫没有被比下去 要说秦岚的美丽秘诀 还是离不开这两个字运动 不过秦岚的喜欢运动项目可就多了 什么跑步啦 拉伸啦 压腿啦 秦岚都不会错过 除了这些 秦岚还有一个减肥小妙招 那就是跳舞 此前为了备战新武林大会 秦岚不练舞技 不仅练出了好成绩 也练出了好身材 寸土寸金啊 寸光音 记者张元编辑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 这些 developing风格的耳末充